大家好,我是郭艾修产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 北方稀图,矿稀图,参论推演 那么强底分形成立 能否开启EB上的反弹 稀图用词是指跌七稳信号 还是下跌中继的反抽 技术分析仅过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我们先看一下稀图用词板块指数 那么稀图用词板块指数的话呢 当前他给 像今天呢,给了一个跳空高开 然后一根中央 量能的话呢,上午盘的量能 已经达到节前量能的平均水平 那么结合下午盘的量能 整体来讲是应该有方量的 那么对于系统用词指数而言 那么连续三个天又呈现了一个底分形的结构 那么这个底分形是强势弱 咱们来看,第一个 那么在节前 最后一个交易者带有明显的下行线 而今天的话呢 上午盘的高点是 833.74 那么我们对比 1月27日的高点831.53 它是 盘中突破了 突破了1月27日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那么如果说今天收盘的收在五军之上 并且收在 1月27日阴线的半分位的上方 从定性的角度来讲 它是可以当成一个强底分 来听看待的 那么强底分出现了 并不等于说它未来一定能 开启一笔上的反弹 但是它向上 一笔上的反弹发展的过程当中 这样成立的 最终形成的概率是偏大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大的结构 大的结构呢 从1034点以来的下跌调整 那么对应的 那么从它的细节 内部的小级别 五分钟结构来去观察 它内部有没有被辞 当前的跟踪的一个重点 例如说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阶段性 我们来看 对于虚头用值板块指数而言 它呈现的是一个 五分钟趋势下跌 而且呢 中间它有多次 1234567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但是不足以升级 而后的话呢 又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的奔走中枢 而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可以转成五分钟中枢的 一个扩张来去对待 那么当前从这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它对应了 当前从776.97以来 那么它的一个推演 视角从五分钟角度来讲 先观察 这个位置的反弹 把上方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扩张 甚至可以当成一个扩张升级的 一个视角来进行跟踪 跟踪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节点 如果说呢 反抽或者反弹 这个位置上不去 那对应的话呢 还是会存在冲高 二次回落的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当前用五分钟的视角的话 这个位置又可以作为 推演的角度来讲 如果说前面这个高点 不能强有力的约回去 这个位置呢 是完全可以当成 这是五分钟的中枢延伸 盘整下 当成一个进入段 这个位置呢 作为五分钟枢扩张 甚至可以作为中枢扩张之后的 这样的升级来进行处理 那么当前向下离开段的发展当中 再勾注新的五分钟中枢组建 五分钟枢组建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的节奏点来讲 下先看前面低点 776的位置扑破 上的话呢 先看上方重要的一个压力 也是重要的一个观察节点 上方 中枢延 中枢扩张 中枢下延的位置 这位置如果说后面 即便给出一个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五分钟组织地形上 或者五分钟的大线段上 不能进入 它对应的还是属于 三十分钟级别的三天卖点的一个定性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对应的 向上没有上去 而回落下来 观察前低不破 那么它是对应的 先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去跟 如果破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这对比是否又被迟 好 这是对于西东泳池指数 长轮视角下的一个关照 而且咱们前面讲的一个基点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结合通道线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 下方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下行通道来去看待 上方的话呢 在850一带是一个关照基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上不去 那么它还属于下行通道的范围之内进行运行 如果说震荡当中 这个位置呢 今天给出这种中央墙底分 墙底分呈现之后 后面的话呢 震荡不破前面低点 耳后的话呢 能够强有力的突破850的位置 也就是突破了下行通道的上沿 那么对应的在对比5分钟的属内行上 内部是否有被磁 如果说没有被磁 且进入到前面的中处延伸的 中处扩张的下沿 中处扩张下沿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来看 对应的在891 也就是894点 这个位置作为观察基点 如果先看850 再看890的位置 如果说能够逐一去突破 那么呢 带量 那么甚至可以期待日线一笔上 5分钟的走势类型上的发展当中 如果这个位置呢 连前面的850的位置都突破不了 那么它还是属于下跌过程当中的反周 下行通道内的运行 那么结合 残润结构的一个视角来看 这个位置的话呢 作为一个5分钟书 然后再观察向下 有没有新的被磁的基点 好 那么再结合传统四角下的话呢 结合 例如军线 来看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是属于跌破了 144年军线之后 53 144年属于空中排列 量能的话呢 整体是属于缩量的 所以说呢 对于西斗勇指数来讲 当前它是属于连续下跌 调整相对充分 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抽的动作 当前的定性的话呢 只是把它装进反抽 那么止跌七位的话呢 那么透面观察 这个位置量能不能足迹放大 好 而且呢 从前面大的一个结构来去 看待的话呢 前面这个基点 它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平台 这个平台的下沿 其实也是 这是一个观察基点 上方的140年军线 是一个观察基点 所以说呢 对于西斗勇指数的一个 观察视角的话呢 这个位置只是连续下跌之后 连续下跌之后的反弹的动作 那么从高之后的话呢 一旦吃愿被迟 不排除二次摊底 或者是 拱住新的底部平台 那么呢 想要形成趋势性的机会 最好呢 参考咱们 昨天讲到的三重突破 一个是 小平台突破 一个是 量能的一个有效突破 再者的话呢 均线能够实现这样的突破基点 它才能够用趋势的眼光去跟 当前的话呢 只是反弹 只是这个反弹呢 如果说 今天的收盘能收在五军之上 收在1月7日阴线半分别上方 而且呢 量能方大 可以当成一个强底分的视角来去跟 那么这个跟的话呢 那么是用五分钟的走着类型来去看待 就是把776作为一个观察点来讲 当前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上的发展当中 如果用比的维度来讲 这个位置连前面低点 这个位置回落连前面 前面高点都不接触 那么还是有机会的机会给出 反弹 给出新的一个高度的 好 那么这五分钟线段上走完之后 在对应五分钟线段下 那么再观察 不破前面低点就属于 当成二类买点就属于跟 如果说呢 强的话呢 这个位置继续往上 或者说呢 回落不破前面这样的高点 继续往上 这个五分钟的线段一旦走完 给出五分钟线段下 线段下连这样的一个高低点的半分位 都能够 附近能够止住 那么呢 可以用二类买点去跟 也是是短线的低线高耗的一个视角 先用这样的视角去跟 然后我们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例如像北方系统 今天盘中涨停而后开吧 那么像这类个股怎么去跟呢 首先从大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是属于大的 传统维度来讲 它是属于大的一个符合头肩顶的结构 前面呢 在这个节点是 跟中卫也点评过 那么当前的一个走法呢 从阶段性的高点上 也论从57位三毛市 一路下跌 本质上的话呢 还属于这样的下行通道当中 这个下行通道目前为止 不因今天的一根涨停板 而改变这个下行通道本身 但是呢 接下来能不能保持量能的方大 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下行通道给突破掉 这一点呢 是传统世界下的重点考察的对象 如果说能够突破 而且呢 今天盘中最高 我们来看 是40块9的位置 那么呢 1月27日 最高的40块9毛9 收在 五军之上 对应的话呢 它是一个偏强的底分的结构 只不过呢 最终 这个位置 今天是上午盘已经明眼出现方量 结合下午盘来讲 它是量的是明眼方大的 明眼方大的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一个基点 从传统世界下来讲 接下来能不能持续带量 把这个下行通道的上沿 给突破掉 这是一个考察的基点 如果能 那么呢 只要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回落低息 那么前低 37块07的位置 作为一个纠错的条件 或者防守位 这是传统世界下的一个表达 那么用军线的维度来讲呢 当前只是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的 暂且定性为反抽 或者是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么上方140元是一个观察基点 然后再用更细节处的残论结构 列出了5分钟的走势类型 来去观察它当前处在什么位置 什么阶段 那么从57块3毛4的位置以来 它的一个走法呢 前面咱们跟踪的时候 或者是用残论式要解读的时候 这是一个5分钟中枢延伸 这个位置是标准的5分钟就被三点卖点 而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5分钟的中枢 这个位置呢 当成下跌过程当中5分钟枢组件 那么这两个中枢呢 高低有接触 中枢的趋坚高低有接触 那么可以把它当成中枢扩张 来进行处理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的考察基点 是什么呢 可以把前面作为一个 进入段 5分钟走最低下 中间这个中枢呢 作为一个中枢升级来 中枢扩张升级处理 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来其对待 当前的在走三点是线下离开段 那么这个线下离开段内部 5分钟线段上 5分钟线段下 那么当前的话呢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 37块07 前面的话呢 下上下这个位置 它是存在这样的一个 5分钟的盘整 被磁的一个角度 然后呢 当前走到5分钟 现在上 现在上呢 观察的基点是 一 前面这样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5分钟现在走完 它能不能打出高度 如果能打出高度的话呢 后面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可以用5分钟级别的二点买点去跟 然后观察是否走出一个 5分钟反向运动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说呢 向上 对应的不能打出高度 而且的话呢 观察的是 5分钟线段上之后 这个位置完全可以组建一个 30分钟线下离开段内部 5分钟中枢组建 而后的话呢 前低破与不破 前低不破 5分钟级别二点买点 前低如果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观察这个线下离开段 和前面这个位置 有无被辞 然而在对比 这个位置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大的进入段 它们之间有无被辞 如果说呢 内部结构被池饱满 那么回落下来 是可以作为 5分钟的 盘整下被池 一买 以及30分钟的盘整下跌 盘整被池 一类买点的重合去跟 结合了MAC底辈里的公正 好 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我们再看细节 如果说这个位置 还冲高过之后 对应的 没有打出去 没有向上 没有力度的一个持续 向下的话呢 回落和前面没有被池 连这个小级别的被池 都没有呈现 那么防范呢 是新的5分钟级别 三来卖点的一个 跟踪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用 交易的层面来讲 当前从37.07的位置 它是5分钟的 一比上而已 当前一比上 一比下 如果说呢 尾盘 下五盘能够 逢时涨停 那么呢 它是可以延续 5分钟线站上的 发展当中 好 那么跟踪的视角呢 如果说再结合 通刀线的一个角度 来去看待 那么通刀线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可以把 高点和高点相连 对应的 可以把这位置 做一个下行的 通到下方 地点和地点相连 最终 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 震荡当中 最终 能够强有力的带站突破 如果能够突破 回踩不破 那么呢 结合五分钟级别 二轮买点 以及呢 通刀线的突破 之后回踩不破的 一个视角 可以作为 先用短线 五分钟级别的 机会点去试 去跟 然后呢 再观察 反弹过程当中 力度 级别 是否有被迟 好 这是北方企图 那么再结合 当前的量价关系 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前面 这样的一个 连续性的下跌调整 然而今天是一个 强反包的走法 强反包的走法 带量 那么呢 先用短线超级反弹的 一个视角 去跟 即可 好 后面的话呢 向上 如果说五 小级别 五分钟 走是类型上 一旦有被迟 同时140例 因为附近 没有越过去 那么呢 即使找卖点 即便越过去了 内部有结构 有被迟 那么呢 颈线位附近 也是一个重要的 压力的接点 好 这是对于 北方稀土 那么我们看看五况稀土 五况稀土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 嗯 节点我们同样的阶段性从五十一块橘毛五的位置下跌 下跌的话呢 用五分钟的组织结构来去观察 那么当前走的是一个二十九块八毛一以来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线上 但是呢 它的组织结构呢 它是对应的从五十一块橘毛五的位置 它是属于五分钟中枝延伸 可以升级为 三 九段可以升级为三成级中枢 而后的话呢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是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那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这位置是五分钟趋直下跌 趋直被迟 趋直被迟的话 这个五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前面的中枢里面来 三脉是不成立的 三脉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今天又呈现这样的强底分的一个 嗯 剧情 那么跟踪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可以粘定把二十七块八毛一 作为一个五分钟趋直下跌 趋直被迟的一类买点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强有力的反弹 五分钟现在回落 不破前面的地点 可以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去观察 去跟踪 前低 破了 那么对应呢 它就属于中枢 围绕着最后一个五分钟枢延伸 而后呢 这个线下离开断 不破的话呢 那么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等到这样的五分钟反向运动的话呢 走完 结果走出来 观察是否又被迟 而且的话呢 如果说对应的内部有被迟 两个位置 一个是 从乡下离开断内部 高低点的半分位附近 也是在四十元附近 如果说呢 有被迟又在半分位附近 惩压 那么呢 这是要找卖点的 如果说呢 内部没有被迟 然后的话呢 能够把半分位给突破掉 那么可以观察是否给出三点买点 然后呢 上方一个五分钟枢延伸 升级为三十分钟枢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压力的参考 好 这是五况系统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话呢 因为它对应的 不管是从六十分钟 三十分钟 呈现清晰的MST底背里的态势 再结合日线层面来讲 那么今天它是也是一个清晰的强底分 这个强底分呢 更加明显 上 上节前最后一个角度 得有明显的下影性 今天呢 是一个强反包 而且呢 高点突破了1月27日的高点 那么主要收盘在五军之上 收盘在1月27日高低点的半分位上方 它的定性就是一个明显的强底分 好 这是五况系统的一个表达 但是呢 在那140年军下方 当前只是超跌反弹 或者是连续调整过周的反周的一个动作 那么先观察能不能形成一笔上 五分的组织类型上 两个位置 一个是四十元附近 一个是上方五分的中枢延伸 升级为三十分的中枢 中枢下延 好 这是对于五况系统的一个态度 那么至于说能不能 能作为止跌七万人的信号 那么呢 一根阳线还不能这么草率的认定 但是呢 今天这个阳线 不管是整个板块指数 还是个股代表 像北方系统 五况系统 表现还是偏强的一种表达 后面的话呢 先用五分钟级别去跟 即可 好 这是对于 北方系统 五况系统的技术点评 以及呢 技术的观察视角 好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设计赞 再见